大家好,欢迎收看爱历史新一期的视频,我们将为大家推出由爱历史进行高薰修复和上色的历史视频,希望大家喜欢并订阅关注。 南口大战阵亡将士大会,并邀请蒋介石、阎锡山、李宗仁一同出席,蒋介石和李宗仁均到会出席,阎锡山一南口大战期间加入了反对冯玉祥的阵营,不便出席,仅派了代表前往,南口阵亡将士追到大会有李明忠主持,冯玉祥主计,何其拱宣读记文,陆忠林报告了南口大战详情,蒋介石和李宗仁发表了演讲, 冯玉祥在讲话时声力巨响,台下将士许多人也一同流泪,1926年初,冯玉祥再奉执军法的联合逼迫下,宣布下野,所属部队也于4月15日撤离北京,退守南口,4月下旬,张宗昌的直鲁联军,首先向冯玉祥的南口阵地发动了猛烈进攻,后因张作霖和吴派府之间发生摩擦,张作霖又与张宗昌结成了凤鲁联军, 7月24日,凤鲁联军与冯玉祥所部在南口地区展开炮战,并进行了惨烈的阵地争夺战,双方投入兵力数万,战至8月13日下午,冯玉祥部队撤出南口,向随远退去,8月14日,凤鲁联军第十军占领南口,为期四个半月,北洋军阀之间的最后一场大战就此结束,南口阵亡将士追到大会仅仅一年之后, 1929年10月,曾经一截金兰的冯玉祥与蒋介石变兵勇相解,中原大战爆发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